呃 浑身酸疼 现在时间是早上八点半 嗯 手表回来了 也不知道外星人拿手表做了些什么 现在也不敢坑 现在也不敢问 反正回来就好 毕竟他是我的救命恩人 肚子又开始叫唤了 下海抓点鱼吧 昨天被超级乌贼狠狠地鞭打了一顿 想起来就一身怒火 哎 可恶 眼前的是条小鱼 如果是乌贼的话 早就把他戳烂了 啊 这几条鱼应该够吃了 上岸 处理一下 烤上 OK 备好食物之后 今天我打算制作新武器 巨型AK还有巨型毛枪都已经没有了 但是海怪肯定还得击杀 我现在唯一可以打造的 就是稍微大一点的长毛了 那个海怪 我肯定要帮U40些人击杀 说过的话 肯定不能言而无信 先捡一些石块 制作毛头 砍几棵高一点的大树 当做超毛的木柄 我天 飞这么高 里面是空心的吗 诶 靠 岛上的树木怎么回事 竟然这么不结实 难道是我喝放大药水次数太多 身体变强壮了吗 不管了 加速感知 咱们 这只长毛有五六米长 感觉非常沉 就试一下手感 诶 我天 直接插到了图里面 貌似很厉害 诶 飞这么高 看来我的手部力量果然有所增强 噢 别抄我身上了 哦 还好 吓我一跳 我插 漂亮 诶 好锋利 用这几只长毛 击杀超级乌贼 肯定就是斑斑 手指头的事 地球人 嗯 好像是U40的声音 地球人 你可真是既吃不既打 昨天刚被超级乌贼抽死 难道今天就忘了吗 没有没有 我只是想早日击杀超级乌贼 帮你作回钻石 也好报答你的救命之恩 先不要慌 你手上的武器 还不足以击败超级乌贼 把他逼急的话 他的触手 可以抄走你手上的所有武器 超级乌贼 很难对付 我跟你出一个妙计 或许还有胜算 好 听你的 说吧 按照我的判断 你直接正面与他交战的话 肯定不占优势 所以只能智取 现在你即刻返回生物基因工厂 取回所有的缩小药水 然后再与之交战的过程 一点步规律 注意 完全不需要 准备 去 在那儿 会否判断 还否判断 受网5个人 再批个人 不判断 这么多 εί 这么多 还要将保持 自己 得到 再批准 不得 一路 出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nice 就是这里 看起来我的东西都在 也没有什么变化 当时还留下了好多椰子 要不是有任务在身 还真想在我的小木床上睡一会儿 走吧走吧 拿药水要紧 还好 放大和缩小药水都没有丢 万一有人误喝的话 还真就麻烦了 全不带走 这次就算浪费掉所有的药水 也要干掉超级乌贼 OK 地上的这几瓶 加上我之前拿走的几瓶 一共有七个 缩小一个超级乌贼 应该够了 返回吧 现在我有这么多碎小药水 要不今天就干掉海外算了 也好早日拿回钻石 地球人 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现在天色已晚 贸然赶过去的话 视线会受阻 会失去很大的优势 不妨休息一夜 等明日再去 争取一举拿下 超级乌贼 行 那就听你的 明天再出发 嗯 刚才外星人说的也有道理 那就先返回金刚岛吧 君子报仇 十年不晚 也不差这一个晚上 启动飞机 走 哦 天色已经 爹 vowel数 反应 不是 别止 首先 读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